好 在國際戰略提到台灣 很多人會把它拿來跟烏克蘭來相比 最近的這個重點是俄乌戰爭 在昨天開戰滿了週年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舉行國際記者會 在對中國提出的12點立場聲明 他公開呼籲中國不要只說空話 好 為了防止不希望中國來力挺 俄羅斯澤倫斯基也表態 希望能夠跟中國的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面 不過呢 這習病情到底有沒有意思要來見 恐怕很難說 不過這俄乌大戰週年 中國提出的和平計畫 看起來空有計畫並沒有太多的實際作為 好 再見